我們看這題 他說在0.5mol的葡萄糖 下列哪個選項是正確的 第一個選項他說 這裡面有3mol的氫原子對不對 我們看0.5mol的葡萄糖 1mol的話他有12個氫原子 所以應該有6mol 6mol的氫原子 所以不是3mol 是6mol 我們看看 他說含有原子 B選項 含有3mol的氫原子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 1mol的葡萄糖 他有6mol的氫原子 所以應該是0.5mol 乘以6 所以應該是3mol的氫原子 所以B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是A選項 這是B選項 我們看 我們看西選項 他說原子的總數 總末數是9mol 那就0.5mol 這是分子末數 乘以1mol的分子有多少 它是總末數 它是總末數 我不看到 還有原子總數 是不是9mol 要乘以多少 乘以24 所以應該有12mol的原子 半mol的分子 半mol的分子 它有12mol的原子 他說 他的分子數 是1.5mol 對不對 錯了 是0.5mol 這樣子 是一個分子 它有0.5mol 所以B也是錯了 所以答案應該選B 我們可以選B 夾 20 那 是 20 放入冰箱